大家好,歡迎來到刺威幫,我是寶咖咖 在去年我們刺威幫FB粉絲專頁裡面有一篇PO文 主題是將Dyson吹風機改造工作電壓的文章 這篇文章後續一直都有很多朋友視訊我們 看能不能幫他們改裝從國外帶回來的Dyson吹風機 原因是因為國外購買的吹風機電壓有可能是220V 那就跟台灣110V電壓不相容啦 導致買回來之後卻沒有辦法使用的困擾 直到今日還有很多幫友們來私訊這個需求 剛好近期我也要出差去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用影像記錄Dyson吹風機改造工作電壓的過程 以及最後還有幾個不需要動手改造吹風機就可以適配家裡插座的方法哦 接下來就是改造過程啦 我們先用敲棒把按鈕取下來 這步驟是改造過程中唯一的破壞性拆解 所以改裝後需要用熱溶膠再黏回去哦 我手上的Dyson吹風機是220V電壓 而吹風機的核心元件由風扇及電熱絲組成 這兩個核心元件如果要做成相容全球電壓成本會非常的高 所以大部分的吹風機都是用固定工作電壓的 所以我透過特殊管道購買了110V的風扇以及電熱絲總成 首先我們先懸一下底部的進氣濾網 然後用梅花T6的旗子拆下底部的螺絲 這樣就可以把金屬濾網取下來了 手柄底部還有一顆梅花T6的螺絲也拆下來 手柄的外殼就可以慢慢的把它給拆下來 然後4個隔音降噪棉也取下 手柄上有兩條密封電圈也取下來 是風扇吹出來的氣流防止從外殼漏風的保護機制 然後轉到背面有3顆梅花T6的螺絲也鬆開 手柄底部有一個大顆的螺絲 有可能是梅花T8或是十字螺絲 這個也把它拆下來 這樣手柄支撐鍵就可以取下來了 然後把電源線的連接頭分開 到此就能把電源線移除了 然後映入眼簾的是超高轉速的風扇 撥下套管可以看到這顆電壓是120V的規格 然後拆除風扇電機的接地線 每分鐘高達11萬5000轉的口部性能啊 無法想像這是這麼小巧的電機達成的 吹風機的後蓋是卡榫結構 用敲棒小心的敲開就能取下來 後蓋主要是控制溫度範圍與風力的大小 這裡有抗風膠圈 你們拆的時候是有膠圈的要留著 再把按鍵蓋板取下來 開關位置有四顆梅花T4的螺絲也要踩下來 底部的按鍵保護蓋就取下來了 然後黑色開關需要把電線解焊下來 所以拿出恆溫烙鐵把電線跟開關分離 然後回到吹風機後蓋的地方 這裡是核心主控板的位置 慢慢的順時針旋轉 就可以把主控電路與加熱絲取下來了 這步驟要慢慢來 也注意底部的開關與電線不要卡住了 到此已經把需要的核心零件都拆下來了 我們拿出已經準備好的220V加熱絲與風扇 放開風扇套管可以確認規格是220V 加熱絲與主控板外觀差異不大 所以要留意哦不要拿錯了 接下來把電線整理好 再把加熱絲與主控元件裝回去 這步驟很需要經驗 一開始弄的時候常常卡住電線出不來 所以要有耐心慢慢的安裝 再透過夾子把開關與風扇的電線拉出來 接下來把開關電線焊接回去 再依序把電線與開關擺回原來的位置 把按鍵保護蓋的螺絲鎖回去 再把風扇的接地線與連接器插上去 電源線的端子也裝回 把手柄的支撐架鎖回去 兩條密封電圈移回原本的溝槽中 裝回4片隔音降噪面 再把手柄外殼慢慢的推回去 這時密封電圈有沒有移位 要多留意一下哦 鎖上手柄底部的螺絲 金屬濾網裝上時要有一點巧勁 方向跟角度對了才能裝得上去 底部螺絲也固定上 進去濾網卡回去 最後把按鈕用熱溶膠或攪水固定回去 就完成110V改裝220V的最複雜且高成本的辦法了 主要是因為我常常出拆對此有需求 那有沒有不需要拆解改裝 又能適配到家裡的110V電壓呢? 你也可以購買一台交流變壓器 它能110V跟220V的電壓互換 因為吹風機的使用功率很大 所以建議購買1500W以上的規格 經過這顆的變壓器就能把家裡的110V 升壓到220V使用了 但缺點就是這顆變壓器蠻重的就是了 適合固定位置使用比較合適 或者你也可以請隨電師傅拉一條220V電壓的插座 其實家裡的冷氣大多數都是220V電壓的 同回路再拉出一條插座就可以直接使用220V的電器啦 如果你有需要這樣常常出拆或帶出門的需求 那除了剛剛影片的拆解改裝之外 可能就是再買一台吹風機 或是再買一台可以切換雙電壓的吹風機用了 因為帶神吹風機用過之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才有了這個改裝 也因應眾多幫友的詢問 所以拍了這部影片分享 希望能讓你了解其構造與配套應對的方法 也請您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